在和新冠病毒 变种病毒 和各种病菌共存的时代 决定你有没有被感染的关键 就是你的免疫力啦 而饮食中的营养 是决定免疫力的关键之一 今天要来介绍 五个影响免疫力的营养素 一起来检视日常的饮食 有没有吃足够呢 第一个 蛋白质 蛋白质是身体的基础 如果缺乏就很容易会感冒 或是感染病菌病毒 所以营养师建议 每餐都要吃到豆 鱼 蛋 肉类 原型食物 或是牛奶 豆浆等油脂蛋白质 尤其是常被忽略的早餐 也不要忘了哦 第二个 维生素D 维生素D对身体的免疫系统 还有呼吸道感染的疾病 都有很大的影响 研究也证实 缺乏维生素D 和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提升 是有关的 所以除了从干香菇 深海鱼 还有营养品当中来补充之外 也可以在清晨或下午的时段 露出手臂或小腿晒晒太阳 第三个 维生素C 维生素C可以加快伤口的愈合 和胶原蛋白的生成 这也是免疫力抵抗病毒的第一道防线 所以记得要多吃新鲜蔬果 例如巴勒 奇异果和甘橘类 这些都是维生素C很好的食物来源哦 不只可以增强抵抗力 也能让皮肤变水水哦 第四个 益生菌和益生殖 再次强调要多吃新鲜蔬果 不只是刚刚提到的维生素C 还有丰富的扇食纤维 这是肠道好菌非常重要的食物 也就是益生殖啦 那要怎么样才够呢 把握菜比饭多的原则 让我们的肠道更健康 那除了益生殖 也可以从优格或是优肉乳当中 来补充益生菌哦 从肠道的健康打造油内而外的免疫力 最后一个就是最常被忽略的水 你一天喝多少水 还是都等口渴才喝水呢 其实等到口渴就已经是身体发出缺水的警讯了 建议一天至少要喝2000毫升的水 尤其是一早起来最好就先喝一大杯温开水 提升身体的循环和代谢 以上五点可以从生活当中的饮食去调整 从营养更强化自己的免疫力 也希望大家都能平安的度过疫情时代 我是营养师怡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